字幕君 李宗盛 为什么这一次 全球的这个利空这么多 可是呢 其实股市就是打不下来 打不下来 这个Jo 怎么做一个观察 其实我们主要一个点 还是要回到一个 总体经济的层面 这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你长线 如果你只看今年 像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 没有看到 S&P500线图 好像今年跌 今年2月跌蛮大的 但是如果你持续去看 S&P500的線圖 以今年來說 它報酬率其實趨勤於0 它幾乎是沒有漲的狀況 所以雖然沒有跌 只是大幅震盪 對 就是很大幅度的波動 但其實到至少到昨天為止 是沒有明顯的漲或跌 所以你說它有很強嗎 我覺得也還好 以今年來看 但是如果你2016年2017年 已經年漲兩年多 其實漲蠻多的 不管道瓊 拉斯達克 一堆股票都是台股也是 那你說2018年修正個上半年 其實好像也不過分 因為已經年漲兩年 休息一下我認為說也不會太誇張 那大家不想說這個 高檔最怕利多 你看現在全球股市 我們剛剛舉的這六個國家股市 它現在的位置還算是高檔 可是高檔利空一直打不下來 對啊 那等到沒有利空 那情況好像就不會太差 因為利空不會一直持續在 人們對利空的解讀是這樣的 第一次聽到這衝擊很大很shock 第二次就覺得 也不過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到第三次 就好像我們說美國一樣升息一樣 第一次升息可能會來個大空頭 第二次就還好 第三次搞不好會上漲都有可能 所以人們對於一樣的利空 它的反應會越來越小 那你看到一樣 美國銀行這部分 其實你把它的指標都拉出來 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指標你用觀察 你只能夠當作一個感覺的概念 比如說我可能統計 多頭投資人的樂觀指數啊 或是悲觀指數這些 它只是一種感覺 就是給你大概一個相對高的位置 相對低 但不代表說你趨勢一定立刻反轉 因為它統計19項嘛 但它是也有說從1968年以來 這個數據啊 大概19項要達到我們說的至少80% 比如說19項可能命中個17-18項啊 16項以上 它趨勢才有反轉 現在是68% 就19項裡面呢 也才68%啊 對是68% 所以你要達到 我覺得難度也是還是蠻高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比如說李葵吉吉 它裡面有個項目 比如說他說 這個公司S&P100企業 你那個Sales和EPS啊 兩個都要打敗大盤 這樣才有可能 但是我們知道 不是所有公司都這樣嘛 比如說我們說像過去Amazon Amazon EPS其實不見得 以前曾經沒有很漂亮嘛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兩個都打敗 Sales就是營收和那個 那個EPS都打敗了 你才能買 才看好它 那你永遠都買不到Amazon嘛 所以我們說你 它局勢不見得這樣看 所以你也沒辦法說 我看到它的指標 就一定說 這個空頭是不是真的就已經來臨 或是多頭一定來臨 所以我覺得 他們指標都不夠看 我介紹的比較夠看 我們直接介紹一個 這個一定是可以的 也一定是可行 你長期來看 不管你是哪一國的投資人 其實你只要看這個 基本上你就夠 因為美債市場 大概是全球資本最安定的現金嘛 所以我們來看 按照過去的經驗 我一樣這個圖從1998年拉掛 我沒有拉很長 你可以拉再更長一點沒關係 當然美債不同 各年起的殖利率 你看只要收斂到同一點 有沒有2000年 或2007年這個 只要收斂到同一點 就殖利率倒掛嘛 基本上幾乎就是 空頭來臨的保證 因為這代表什麼意思 聯準會接下來 不會再做升息了 對 比如說 現在還沒有發生 殖利率倒掛 因為你殖利倒掛什麼意思 你升息已經不會再進行 代表聯準會已經看到 景氣達到巔峰啦 我沒辦法再繼續升息 升息再升下去 景氣可能就崩了 你看現在殖利率 有沒有收斂到同一點 其實還沒有嘛 你看這個圖這個末端 還沒有 就話說你今年可能都還不太 需要擔心我們說 大規模的空頭 最快也要明年才要擔心 對 我認為說最快 大家明年擔心 因為你這個升息的速度 要把殖利率拉到同一點 我們說大概 聯準會至少要升息到 2.5%以上啦 所以反而現階段我們說貿易戰 或是各方面的局勢紛擾 或是西班牙 義大利相關的政局的紛擾 這些我認為都還好 他搞不好是讓你怎麼樣 你短線可以進場買股 有discount 價格是不錯喔 這利空打開房是個好買點 你其實也沒有漲 像我之前1月以前 我通常很多人都說 他想要買股票 部落格都想要買股票 他買不到 有回檔他就買了 現在真的回檔那來 他不敢買了 市場心理就是這樣 價格比較高想買 價格比較低你反而不敢買 這情況很奇怪 那我們一樣做一下一些輔助的工具 如果你看一下 我們剛才說的債券殖利 你覺得還是不放心 因為債券殖利真的動作很慢 你看我們看到 這個動作很慢 大概從2010年 你如果做買進 你發現到2018年 8年都不要動 真的很難 你像投資人什麼都不要動 一直等 這個難度真的太高了 對那你如果有些人 我手一掌看一下短線 可不可以 你搭配一些輔助的 比如說初領世界救濟金 或者去領世界救濟金 因為按照過去的歷史經驗 至少二戰以來 幾乎都是這樣子 大概你初領世界 究竟只要持續往下 一直不斷的破底 那個升起循環的趨勢 都力道再次持續存在 代表說景氣段是不錯 那股市繼續上漲 其實都很合理 複拜在全球低價的 允許載客的自動駕駛 空中計程車 也開始準備在5年之內 要經過測試 所以現在請教一下確聯 巴菲特的投資 當然大家一直在做關注 可是巴菲特這一次 特別明顯 從傳產股開始 不斷地轉進科技股部分 可是未來Uber 投入的空中計程車 到底是一個希望嗎 還是一個未來 怎麼觀察 其實這個計程車隊的 空中大作戰 其實已經儼然成新 因為現在除了 Kevin剛講的 中國 杜拜 英國 德國 美國 都有自己的 空中計程車隊的計畫 我們所知道的是 我們搭計程車 很明顯的 你一定會去比較的就是服務 接下來是什麼 費率 價格 哪一個計程車隊的費率 比較優惠 你就會想要去搭 好擔心喔 但是Kesla自駕車都一直出事了 空中計程車真的可以搭嗎 但是我是敢搭的啦 八成人都不敢坐自駕車 好 那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我們先來講以前的歷史故事好了 你先說服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敢坐空中計程車 其實在飛機發明之前 本來大家都覺得它是一種異端邪說 那這個飛機其實在1903年 才由萊特兄弟真正的上去試飛嘛 可是在1840年的時候 這個科學家是怎麼形容的 他說任何一種以每個小時要超過50公里去旅行的人 一定會因為缺乏空氣而死 所以呢這些窒息而死的人 就是其中還包括了這些想要搭飛機的人 因為他們不認為有任何的這個機械設備會輕於空氣 所以如果這些機械呢是比空氣要來得重的話 那麼一定是想要造出這些所謂飛機的人一定是個傻子 那紐約時報一直到1903年 他有一篇社論他怎麼寫的 他說如果要由數學家跟機械工程師 聯合製造這種飛機要讓他飛上天的話 他說需要多少時間 他說100萬年到1000萬年 天文數字都不可能實現的意思 沒想到這個社論發表後7天 萊特兄弟的飛機就飛上天了 那我們再往前推一點時間 在這個19世紀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的是說 其實這種交通工具 一開始出來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會對尤其是華人 會對這個風水造成影響 會對我們家什麼樣的祖墳造成影響 所以在1865年其實清朝就有在宣武門外 做了一段展示用的火車鐵軌 那時候流傳幾句話 包括就是說 這個展覽鐵軌是以 小汽車行駛於上 奇速如飛 差所未聞 亥為妖物 舉國若狂 這麼嚴重 舉國若狂 一直到十幾年後 這個李鴻章為了要運煤 從唐山到虛個莊的鐵路建成之後 清朝的政府還害怕說 這個黃陵啊 風水會被破壞 所以那時候做了什麼傻事 我們來看照片 就是這一張 用馬車來拉 用馬跟驢 來拉這個火車頭 對 所以就造成了一個天下奇觀 你火車不是用蒸汽耶 你竟然是用馬跟驢 去拉這個火車 所以我們現在去回想起來 這樣的一個交通工具 本來就是應該人去乘坐的 但是它也是經過了很多波折 你才敢去坐 一開始大家不敢搭火車 所以空中計程車為什麼不敢搭 我是敢搭 如果說現在台灣有的話 我一定敢搭 就人類一開始 對未知的科技 總是會抱著恐懼 對 所以呢 我們再來比較一下 我們剛剛想要講的 這個計程車費率 我常常在想啊 如果我從這個松山機場 我到了松山機場 我才發現說 糟糕 我的機票其實是桃園機場起飛的 那我該怎麼辦 現在最好的做法 當然就是直接搭計程車 一路殺到桃園機場 那需要多少時間呢 大概要一個小時左右 可是如果這個Uber機程車 在這個松山機場 已經有機程車可以叫的話 那它你只要在定點搭乘 它一開始當然是很貴嘛 現在它自己也講說 這是富人才搭得起的 有錢人才搭得起的 我算過從松山機場 到桃園機場 大概是40公里的 左右的這個路程 它一公里 目前為止去換算 一公里大概要170塊台幣左右 所以從松山機場搭到桃園機場 大概要6800塊台幣左右 那不跟搭飛機一樣 大概可以買一張聯航的機票 對啊 對 所以現在是有錢人搭得起的 但是它中期的目標 希望能夠把這個價格 降到每公里 105塊台幣左右 所以從松山搭到桃園 大概就是4000多塊 但是有另外一家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另外一家公司是英國的 它這一架飛機叫做 這架無人機叫做Y6SA 它這一架飛機呢 它說如果生產出來之後 它要商用 它就會價格非常的便宜 它舉個例子 它說如果你從希斯洛機場 到倫敦的市中心 只要25英鎊 就是換算台幣 大概是1000多塊 當然它沒有說什麼時候會撐行 可是現在如果你要從希斯洛機場 到倫敦市中心的話 大概你搭計程車 需要40英鎊到75英鎊 也就是大概新台幣1600塊以上 這樣換算下來 好像搭無人計程車比較便宜 好像可以接受 而且時間上 我們剛剛有講嘛 一定比較快嘛 不會塞車 對 從松山到桃園 我們搭計程車 是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可是搭無人計程車 只要十幾分鐘 那如果是從希斯洛機場 搭到倫敦市中心 一般來講你搭地鐵或計程車 大概也要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 那它這有保險嗎 我覺得應該乘客希望有保險吧 所以我也想過說 如果我搭了第一批的空中計程車 我掉下來了 那我的家人就著落了 爸媽我愛你 所以我想說不管怎麼樣 一開始這個實驗的交通工具 一定都會有很高的保險 這個大家不用擔心 那如果真的掉了下來 也就成為歷史上面 可以翻閱到的這個人物了 好 接下來